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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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在美国的反导弹系统测试中被使用 也是违反协议的行为 另一方面 俄罗斯还担心美国的重型战斗无人驾驶飞机 使用重型战斗无人驾驶飞机 是美国空军的一项主要任务 即可以执行发射巡航导弹的任务 这也违反了条约 美国的计划与借口额媒称 美国政府日前正在推行一项相当激进的核武库现代化战略 在特朗普的核台式评刮 Trump Nuclear Post Review 中已经批准了一项最初被称为不符合条件的忠诚导弹的计划 额媒称 现在看来 美国似乎是在寻找借口 推出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武条约 特朗普宣称 美国的这一举动 对应对所谓的中俄威胁至关重要 并称美国面临的外部威胁不可接受 所以美国必须研发这些武器 并宣布他打算退出这项协议 俄罗斯的立场俄罗斯已承诺 如果美国愿意遵守该条约 俄罗斯也会这么做 然而 如果华盛顿选择退出该协议 俄罗斯也会反击 俄总统普京表示 俄罗斯的回应将是直接和对等的 俄罗斯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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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alition追兼 俄罗斯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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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